我先來講就是說 他四個多月沒發文 那結果他一發文之後 網友馬上就說 那個耳撒出去 鮭魚上鉤了 所以就有兩句這個成語心結 一個叫做強勢回歸 鮭魚的鮭 有沒有 還有一個就公歸一潰 就網友蠻有才的 公歸一潰 強勢回歸 好 那大家就 我先幫大家想起來 為什麼陳佩琪會跟鮭魚有關係 那當然我一開始以為是說 因為他四個月沒發文了 那四個月再回來之後 那是不是代表鮭魚回流 回鄉 但是後來發現不是 原來就是說 他曾經也有酸過別人 就說名人帶頭打疫苗 就跟跟風鮭魚一樣可笑 是這樣來的 他的鮭魚味 鮭魚的也有 就是當時不是這個蘇貞昌院長 還有包括這個 我們的這個陳時中 都帶頭打疫苗 那那時候剛好又碰到 什麼那個改名 為了吃那個壽司 改名這個鮭魚 所以他就把兩件事情 所以他外號鮭魚是這件事情 對對對 是這件事情 鮭魚解謎了 我早上想半天 那當然也有人認為說 這個是什麼鮭魚回流 就是說鮭 就把它比喻做鮭魚解 你會害我以後不想吃鮭魚 沒有那麼誇張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大家認為說 這件事情就終於把陳佩琪 又又掉出來了嘛 那話說 我覺得兩件事情 他還是有打臉自己的臉嘛 第一個就是說 他真的自己對號入座 陳時中真的什麼也沒說 他就自己先對號入座了嘛 那第二個 就是說事實上 他常說他沒有批評過別人 那問題是網友也整理了一個 譬如說我剛剛講的最明白那個啊 你是不是就批評了 我們的部長跟院長 帶頭打疫苗 你就竟然把他比喻說 跟跟風改名 那種鮭魚一樣的可笑 那還有就是說 當時那個AZ AZ疫苗來臺灣的時候 那因為這個孝琪是有限的 所以呢 那他就也開始帶頭批評嘛 他說那你看指揮中心 這樣子的說法是壞還是笨 對 那坦白講這種事情 那你第一個 你不是也是這個在批評實證 當然他說他是市民 但是問題是你這不是也是 在批評實證 你是在罵人嗎 對不對 那其實太多的例子了啦 不深美局啦 那再來啦 你就說他們夫妻倆 就是蠻會罵別人的 可是自己做的事情 這個都都不檢討 包括說柯市長柯文哲 他也曾經罵過蔡總統啊 他說蔡總統不貪污 但是你身邊的人每一個都貪污 這種指控非常非常嚴重喔 那你有沒有為你這樣子的一種 我這個沒有證據的指控 你有跟蔡總統道過歉呢 我覺得他那個指控很嚴重 他說蔡總統身邊每一個人都貪污 這柯文哲親口講的 後來你沒有證據 你也沒有道歉 那當然現在好龍斌恨死他了 好龍斌一天到晚 現在一直槓上他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一直講說 好龍斌這五大弊案 所以那到你為了五大弊案 你有跟好龍斌道歉過嗎 看起來也沒有 所以好龍斌現在一直在針對他 所以我們每次講說另外一組候選人就是這樣 好那回過頭來 那你要問我說 我跑他們跑柯市府 或是跑柯文哲 我觀察我覺得陳佩琪這樣子用意 大概兩個點 第一個剛剛冠廷有講 我覺得最主要焦點是要轉移雙城論壇 這件事情 所以是柯文哲叫他做的嗎 他們有時候夫妻是會唱黑白臉 包括像柯媽媽 這種事情就是會有新聞點 那當然第一個 我認為是轉移雙城論壇 因為雙城論壇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現在臺灣的這個風評並不是很好 這大部分都是負面的 尤其是說你才辦一個小時 就是一個早上而已 那就是包括副市長跟這個對方副市長 你就是這樣子視訊講一講 你就簽一個三個不通不通的MOU 那你要叫大家告訴我們說 虛化醫叫亂騙人 而且如果這個費用要一百多萬的話 我真的不覺得說為什麼你一個視訊要花一百多萬的預算 我認為說這個市議會議員都應該要好好的監督這件事情 還有你為什麼要辦這個論壇 他其實根本也不是幫黃珊珊在搶票 他就是幫自己 他幫自己的這個總統大選要來鋪陳 他要證明說自己是有能力 可以跟對岸唯一交流的 這個人 他其實是為他自己 他根本沒有考慮黃珊珊 坦白講這件事情把黃珊珊變得很尷尬 而且把黃珊珊害得很慘 所以黃珊珊唯一的方法就是只能切割不要去 不管他是騙還是怎麼樣 其實黃珊珊那個也是胡爛的 他就是說 本來就是他管轄的業務 還說不是他管轄的 就是對他有利的 他就會說是他的業務 他為了選舉的時候 那個吳思雅昨天說他選舉的時候 人家別的市長的業務 他不是照要到現場去 那個台電也不關他的業務 台電也不關他的業務 台電這件事情 他不是第一時間跳出來 所以就是對選情有利就會差業務 對選情不利就不是他的業務 所以他又來陳佩琪又跳出來 舊夫雙聲論壇 負面聲量太高 事實上他們家最有聲量是陳佩琪 對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出來救聲量 因為我一直在強調 柯文所關他這八年八九年來 他其實最在乎就是聲量 因為陳思聰一出來聲量就太高漲了 對不對 這是真的 讓他怕到了 讓他也紅了 整個節奏是有誠有節有奏的嘛 你包括就是第一時間就開始臉書啦 然後公布發言人競選團隊啦 那還有拍這個定裝照啦 然後另外今天又在陳黃廟 就介紹了這個陳建仁出場 就是每一天他的新聞聲量 全部都在陳都在陳時中身上 另外兩個候選人講萬一不用講 已經躺平三人組躺得很平了 那另外這個就是黃珊珊也慢慢的 就是整個被邊緣化 這個是柯文哲很不樂見的 他就是很不樂見 所以這個時間點 如果陳佩琪出來可以開始博聲量 對他來講 陳佩琪 柯文哲這個名字出來 有救聲量 那他有搶到新聞的 就看起來蠻成功的 對 馬上大家都好興奮 所以網友會說這是鮭魚 所以我還是要講嘛 就強勢回歸 強勢回歸 這個鮭魚終於有上鉤了